大大小小上千艘船隻困在廣西江面 無法前進 因為水位實在太低 西江是廣西最繁忙的航道 又被當地稱為黃金水道 因為從九月中旬開始 廣西降雨偏少 導致西江水位不斷往下降 船隻航行受阻 等待最長的時間 已經達到一個月 從八月開始 大陸南方多地遭遇 百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江南 華南持續90天 發布乾旱預警 入球以後 雖然多地有零星降雨 但還是有不少地方至今 旱情未解 TVBS新聞 謝憲希林米珍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加坡